这个相持能力不是非常好 但是前三板和控制球 包括硬电能力都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是个纸板的话 他基本上弄得你反手 你反手呢 测不了身又发不出力 那他就把你拿住了 就通过这一点就把你紧紧的弄住 然后呢你一测身啪便你正手 所以在这方面他应该 我记得他跟刘国良打 包括很多纸板打 他都是这样 我就记得他在有一年的市井赛上 跟那个江家良打 他就打得非常有路子 就是对于纸板来说 这个最怕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反手卫啊 他能连续给住反手卫 让纸板选手很难受 他最关键的一点 还是在激发球上面 他的激发球让你第一板出不了质点 就是说他在晃接你 晃接你的这个两个大脚 尤其是底线球 这样对纸板来说呢 这是最难的一个技术 就是说他第一板出来质量 纸板木他就是前三板 发球之后的抢攻 或者是再连接一板 但是在老瓦这 就是说第一板他出来质量 这样底下他就一直等于说 他是转不了主动 所以今天马林如果他有这样的思想 就是我一定 今天我要这个 把这个马林把他散了他 如果他有这样的一种思想 其实呢对他也是不利的 为什么说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就有的时候你越想赢的球越赢得我 你越重视的事你反而的表现越不好 为什么呢 就是你的心里啊 失去了正常状态 失去正常状态以后呢 就抑制了你的 这个所有的这种发挥的这种基本的条件 因此呢就一个高水平应该是 应该是保持一个平常心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明星联队和中国明星联队的 这个第二场比赛他们的排阵 他对马林 snapping Zombie的 对老崗 对博林 对王浩 马林这样这么大处 连打六次连输六次 这个萨姆索德夫孔宁辉 以前也是多次交锋 但是萨姆索德夫也曾经胜过孔宁辉 你看不光看他们的这个成绩 就是说输了赢了以前的打过的一些胜利 关键是从球路上 我想从球路上应该比 比昨天要舒服得多 所以今天这个萨姆索德尼尔是打头炮 昨天是王考打头炮 先胜了赛姆索德夫 所以为中部队奠定了一个守护 那今天是萨姆德尼尔打头炮 而且萨姆德尼尔在这个2004年奥运会 雅典奥运会单打中 就是淘汰了马林 所以今天呢 看看第一场比赛 会有什么样新鲜的变化 从这个季战术的角度来说 那是不是应该最重要的 就是看刹解法这个季戒 如果马林发球对马林威胁比较大 或者是在揭发球的时候揭得非常好 马林也不太好的 对我记得马林第一次跟我阿尔德尼尔比赛的时候 他是零比尔落后 好像是四十 四十四戒或者是四十五戒 四十五戒十分赛 他跟我阿尔德尼尔打的时候 他零比尔落后二十一分之了那时候 很困难很困难 其实马尔德尼尔打得挺有招的那时候 但是马林就是靠那股咬劲 就一直是在放高球 推到中眼台 反手也拒绝一下 正手也推一下 没有什么太多的进攻的球 但是最后三边翻过 我说马林从球上来说 现在比赛开始 现在比赛开始 刚才阿尔德尼尔第一球就发了一个马林的反手长球 现在马林发球 你看 放球 切开球直接抢了 其实这个打东方球啊跟能下棋有点相似 你必须要多看几步 多看三步四步往下看 漂亮 这个球马林应该拿起来 本来他是夺手了 变的一个正手已经变成功了 大家看这个球 但是老马这勾了一下 这个球勾得特别低弧线 马林太犹豫了这球 今天从开局看 看老马放得还不错 对还不错 能够这个 打的时间比较早 能够强点打 而不是等球 现在开局是4比4 他发完球之后 他最满抢冲 他这个落远非常活 现在形成了这种 一上来形成这种 都是打前三板 都是力争抢攻 积极主动 所以这就看这个揭发球 和发球的过程中 谁能够做得更稳健 做得更精细 现在马林是5比6落后一分 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拉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两个人都是压对方的反手 然后突然变对方的正手 双方运动员 在技术上应该说都是反手位 稍微弱一点 马尔德纳尔他虽然是横板 但是他的反手也是 杀伤力不是太强 主要靠正手 漂亮 键盘球直接成功 这个打过球的都知道 两个右手的话 侧身是比较难的 7比7 这几球马林打得不错 你看这球难度都很大的 对 球整低 而且是反拉弧圈球 马林控制的还不错 摘短 拉起来 拉斜线 这角度拉得非常大 你看这11分就是这样 快 刚才还是好像咬得很紧 现在已经大局已定了 键盘巴尔德纳尔现在是落后两分 10比8 马林发球 这个马林第一局11比8先胜了第一局 你觉得马林第一局打得怎么样 马林今天打得比较正常嘛 没有发挥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兴奋或者特别的那种状态 但是他整个球都是比较正常 没有什么折扣 瓦尔德纳尔其实第一局打得也不错 就是从开局就显得速度比较快了 没有平时有时候这个显得年龄大了一些退到中远才就不行 那今天第一局打得还可以 所以我想下面的比赛还有很多看点 马尔德纳尔在前面一直是领先 包括在6比4的时候他也领先2分 只是在后边有的时候就一轮发球没掌握好 可能就导致失败 所以刚才他其中有一轮发球的时候 被马林直接侧身抢拉了一个 然后他又拉了一个马林反拉了他一个 这样就形成了一下把比分捉回去了 马林在第一局比赛里11比8先胜 现在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你看马林这个球就是偏他反手一点点 这个很重要 如果稍微回来一点他就测了 通常局比赛里就是很细微的这样的落点 就可能你打在这个反手位 这个斜线这个位置 如果说你打到反手的三角这个位置 那就效果就大不一样 是的 沃尔德纳尔他的战术呢 主要是对直板呢 他在第一板接开球上 他能够控制住对手马林 在相持当中呢 他又能够主动的用正手这个杀手杀板 所以这台是他比较制胜的东西 马林这个球打得也很好 都是冲着他中路或者是反手 正短 马林觉得这个球他应该打到 有时候呢 这种像这种情况都会有 有时候拉漏了呀 或者打在拍边上 但是作为超一流的角色来讲 一局也不能超过一个球 这是在以前 马林的那样的辉煌状态 这种反啊 可以说是几乎不太漏掉的 不太失误 那时候那个球啊 就比现在流畅的多 一个呢 鸡球的时间早在一个动作啊 他收缩的这个钱币要快 现在就显得这个钱币啊 就是在场上感觉收的慢 即使你拉到桌上 拉到有耐用力了 但是他这个质量啊 还是不如以前 现在你看转眼间 2比8落后了 漂亮 3比8 你看这个就是马林看出他要侧身了 很明显 这指板和拉来得很快 这指板和拉来得很快 10比3 球 测全 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 这个 这个看出他们的手上啊 是非常有数的 对 这个感觉太好了 这球 可以说话的那样 就是已经把这个皮肤 通光球啊打成简单化了 本来是复杂的球 但他打成简单化 放个短暂 你看这国际平台主席沙拉拉 也看了以后感觉到很兴奋 确实啊这一项运动 除了他比赛的那种紧张激烈 同时呢他也要有很好的这种观赏性 这项运动才能够长久的发展 其实以前在很多比赛当中啊 就看不到马林他在场上有这样的笑容 包括刚才那个沙拉拉主席 后面做的还有我们张细琳指导 都有那样轻松的愉快的笑容 这样呢现在场上比分呢 就2比0了 马林那天 你看刚才这个慢动作 就是马林反手啊 这一板球推的非常好 你看这又到了中路 就这个球对落 刚才那个非常经典的球 其实已经拉成了侧弦 那个侧弦很侧也很低 但后来他突然一下 把这个球打简单了 第一局11比8 第二局11比5 中央电视台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国乒乓球男队 对世界明星联队的比赛 这也是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中国队是5比0取胜 是在北京大学生 是在这个湖南省的会展中心 举行的 那么现在看的是第二场 第二场和第一场的这个人马 都有些变化 那就是王尔德内尔第一场对马林 萨姆索诺夫对中国的孔林辉 波尔对中国的王浩 施拉格对中国的陈启 柳成敏对中国的王立琴 那据说呢 马尔德内尔现在练球的机会并不多 他非常喜欢打高尔夫 而且现在年数也比较大了 所以他这个完全是靠着经验 就是在比赛之前呢 他突击的进行训练 对 他也是我们很多运 很多运动员去努力 或者说非常羡慕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因为他能打到这个年龄 很多运动员想打 但是打到一定的程度呢 又认为自己能力不行了 或者是其他的队员 年轻的选手这个出的比较快 马上呢 在技术上就超过了超过了他 所以瓦尔德内尔能保持这么多年 那也是说对运动员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现在从感觉上看呢 这个瓦尔德内尔有点进了状态了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运动力低 那就是就像杨颖讲的 在他状态好的时候的球能打到的 现在打不到 但是可以看出他这个意识上 还是非常好的 就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控制力 你看这球基本上把马林控制住了 但是上手的时候没有质量 现在常常比飞是3比4 4比3 瓦尔德内尔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意识 他这个意识非常超前 而是一种对球的预判 他比如说他在打球的过程当中 他打一板对方的直线的时候 那下一板球 他能够预判到 就提前能够等在这个位置上来打这个球 然后整个这个动作啊 包括弱点都非常到位 这点是一个运动人他对球的一个感觉 就像有些人在学这个游泳 有的人水性好一点 有的人水性差一点 那打球他也有一个球感的问题 漂亮 现在常成比分是6比5 马林领先一分 在前两局马林先胜 比赛采取5局3胜制 3局2胜 5局3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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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21分的时候是3局2胜 看一下这是瓦尔德内尔的發球 在 9495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乒乓球男队 一直在研究这个 瓦尔德尼尔的发球 他这个发球啊 看上去非常简单 但是他的腕力很大 就是瓦尔德尼尔 他手上的力量非常大 他切过来这个球 是如果说同一个动作 但他发的球是相当转 就是有转和不转 但是他动作也是很模糊 所以说发球应该说是 瓦尔德尼尔 他能够坚持到现在 能够打到这么大年龄的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技术 那乒乓球呢 是熟能生巧 因为他和这个下棋不一样 说你想好了以后 你再走 他来不及想 完全的就是通过训练 达到一种动作的 自动化的程度 然后是下意识的去击球 去做动作 如果等你想完了 再去动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要求运动员的 这个击球啊 平时的这个训练 要量非常要多 这样你球就熟 熟了就生巧 这局呢 瓦尔德尼尔 现在把比分打到了9比9 漂亮 现在瓦尔德尼尔基本上控制不住马林的反手 马林的还是强行侧身 侧身反拉得手 这样马林呢 在第三局比赛里边 就取得了胜利 以3比0 战胜了瓦尔德尼尔 也获得了中国队的这个首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瓦尔德尼尔呢 还是表现了他这种比较好的控制力 但也感到了呢 确实他在这场比赛中的失误率是比较高的 这样马林以11比8 11比5和11比9 3比0 取得了胜利 观众朋友 等一会儿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双方第二场的比赛 谢谢大家